黑眼珠 不但沒有變藍 是變白白 而且長濃了 那個就是角膜潰瘍了 好慘 而且妳知道嗎 他們現在很厲害耶 有一個眼科醫師跟我說 他們甚至現在還有買 那種油蔻的產品是 你可以自己畫滑陽的 自己在瞳孔放到變像滑陽 對 它就是選擇滑陽 就是妳是畫上去 它可以自己畫 但是它畫的面 就是不是靠眼睛那個面 是外面 但我想其實是靠外面 妳眼睛還是不會閉著 這樣其實是不好的 那種買的那種商品 是可以自己畫的 是 因為它萬一顏色脫落 像我們的淚液 它不只是在表層 妳如果這樣眼睛紮動的時候 它會黏著在這個 上眼皮的內層的結膜 所以它一樣會轉印 這種轉印更可怕 它轉印在內側 是完全看不到 是 對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種瞳孔放大片變色片 它的材質設計 因為它畢竟是透明 然後外加這個色素 所以它的厚度比較厚 透氧度其實是比 一般軟式的透明顯境來的差 而且差很多 所以這種如果長期戴 不但是會有Luxa的問題 就算是品質合格的 戴久了也容易角膜會缺氧 缺氧的話 黑眼珠就容易水腫 長一些不正常的心生血管 另外白眼珠比較容易會沖血 最可怕的是 角膜內皮細胞的數量 會大量減少 這個角膜內皮細胞 它會再長嗎 不會 它很重要 它是從出生 就一直慢慢隨著年紀減少 它只會少 不會增加 所以假設今天有一個20歲的人 他長期戴這種角膜放大片 變色片 缺氧很嚴重 他沒有去注意 結果導致他的角膜內皮細胞 大量減少 所以他去測他的角膜年齡 發現也許他已經是40歲 或50歲的角膜年齡 這個很可怕 是 大家不要以為說 角膜年齡老化 就像肌膚可以測肌臨 角膜也有年齡 大家不要想說 角膜年齡老化好像看不出來 事實上是看得出來的 像古代的人 像詩巾就說 怎麼樣的眼睛叫做年輕又美麗 有一個叫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這個盼就是一個眼睛的目 跟一個分開的分 它什麼分開 就是黑白要分 對 黑白分明的眼睛 就是年輕 漂亮的眼睛 如果角膜 這種因為缺氧的關係 導致他年齡提早的衰退 整個眼睛看起來會漏漏 對 黑的不黑 它會透光度很差 灰灰灼灼灼 然後白眼珠又缺氧 就沖血 所以黑的不黑 白的不白 看起來自然就不年輕不好看 而且會覺得你身體不好 對 會覺得這個眼珠有問題 我想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戴眼鏡 有時候想戴角膜變色片 我們要怎麼選呢 是價格比較高的 然後進口的品牌 它是比較有保障 還是有一些台製的 它也做得相當好 原則上 當然還是以大廠牌為主 因為廠牌 來路不明的 對 來路不明 最好不要 掉漆的可能性很高 大家可以怎麼測試 其實你就買來之後 你就犧牲一片 反正它如果真的會落產 你也不敢戴了 你就用乾淨的棉花棒 然後沾那個水 像譬如說有角膜變色片 你就沾水 然後它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環狀的色彩 假設這個是角膜變色片 你就輕輕的搓 或是毛起來用力的搓 因為這個是棉花棒 它其實是軟的 你又沾過水 就像我們的淚液 所以你這樣輕輕的搓 它如果你會發現 這個顏色搓了一分鐘 它都沒有掉色 基本上它的設計 就可能它的色素 是包覆在透明的夾層中間 如果你輕輕一戳 發現它已經轉印了 這一副也不用戴了 就趕快把它換掉 整盒都不用戴了 對 整盒都不用戴 原則上比較大的廠牌 它會有做這種夾層的設計 如果在購買的時候 可以特別虛目 因為它既然是它的優點 它一定會特別把它顯露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在選擇這種角膜放大片 或變色片的時候 因為它的透氧度相對是很差 所以還要再注意看一個東西 叫做含水量 這個含水量 其實大家都有迷思 就以為說 含水量越高越好 其實不然 就是說正常一樣的材質的時候 當它的含水量高 理論上它的透氧度也比較高 但是對於眼睛比較乾的人 或淚液比較少的人 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的含水量高 因為這種軟式的隱形眼鏡 它就像一個海綿一樣 它是會吸水的 但是它的含水量高 相對它水分蒸發的速度也快 所以當我們戴角膜放大片變色片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 戴的時間盡量越短越好 就是說你特殊場合在戴 如果說已經過了或下班了 你就趕快拿下來 或者是你上班戴一般的眼鏡 等有特殊場合要去約會 或Party再戴上去 盡量戴的時間 不要超過六個小時 在選購的時候 如果有肝炎症 就是說自己已經 自己覺得自己眼睛比較乾 或者是前一天有熬夜 或者是做了這種類液測試 確實證明 就是類液分泌比較少 我們反而要建議 在選購含水量的時候 盡量選購小於50%的 反而要選小於50% 對 如果戴的時間要長的話 不然你如果選得高於50% 你可能初期待覺得很滋潤 但是隔一段時間 它像吸水海綿一樣 就會更乾了 它會把我們眼角膜 正常我們的淚液把它吸走 因為它是為了維持自己的 這個隱形眼鏡的含水量 一直在高於50% 可是它反而把你正常的 眼淚都吸走 所以如果要戴角膜 放大片或變色片 會建議大家 就是隨身要戴著這種 沒有含腹劑的人工類 一定要記得是沒有防腹劑 沒有防腹劑的人工類 因為任何的藥水 或者是有加的防腹劑的人工類 基本上都不適合在戴 軟式的隱形眼鏡 或者是這種瞳孔放大片 變色片 在家 不行 對 因為你戴上去以後 它會把這個藥水 裡面的防腹劑成分 把它吸附在裡面 如果是日拋也就算了 因為你就丟掉 可是如果是雙周拋 或者是這種搶袋型的 你可能每天吸附之後 日復一日 它每天都釋放藥水的成分 這樣久了 會很容易導致 我們角膜的發炎 還有缺氧會更厲害 是 這個淚液補充 就是說它除了讓眼睛 戴著隱形眼鏡的時候 比較滋潤 比較舒服之外 它會提供淚液的交換 因為我們眼睛表層的氧氣來源 是這個淚液的氧氣交換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適當的補充一些 沒有防腹劑的人工淚液 確實是可以讓這個 角膜的氧氣交換率提高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缺氧 是 好 還有提醒就是 艾美的女性朋友們 千萬不要戴著這個 角膜變色片 放大片 去睡覺 然後想說反正我隔一天起來 我眼睛又這麼明亮 這是不行的 絕對不行 角膜會受傷的 是 因為這個缺氧很厲害 如果戴著睡 它等於整個眼睛在睡覺的時候 沒有淚液 然後又缺氧 你眼睛張開會覺得好緊 對 有可能一早起來 運氣好了就中獎 就角膜潰瘍了 只有有時候在門診急診 非常地容易發現 好 我們今天介紹了四個 讓妳變成夢幻公主的小物品 每一個都可以讓我們變得更漂亮 但是偶爾也讓我們這一些 臉上 這些器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其實素顏也是可以很漂亮的 對 最後請三位專家 再給我們一點小定理 其實我覺得就是不論買什麼 哪一個配件都一樣 我覺得不要貪小便宜 除了比價錢之外 一定要比品質 然後就像剛才 有些東西 你其實可以先不要往臉上 買的都往臉上弄 可以先試用 包括假睫毛的膠 或雙眼皮膠之類 都可以先試試看 或甚至那個先塗一下 先試試看沒問題 再往臉上用 畢竟臉對女生來說 都是相當寶貴的 是 好 非常謝謝三位專家 寶貴的意見 也謝謝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